好,各位晚上好,我是董买买 我的特斯拉Model 3已经提车5个月了 来跟大家做一下长测的总结 那就跟大家聊一聊最关注的能耗问题 我之前在我的微博上晒过 我这辆车目前总共是有开了3318公里 来给大家看看数据 来,数据在这儿 总共有开了3318公里 总共有了567千瓦时的电 然后平均能耗171瓦时每公里 相当于每跑100公里就要用掉17.1度的电 就是这么一个算法 上一次充电之后是用176 然后最近一个小时用的19比较高 里程表3318 我总共就跑这么多半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当我把170瓦时每公里的平均数据 发出来的时候 是有同学有疑问的 说为啥我感觉好像比大多数人开着高 我觉得这有几个方面来总整理一下吧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日常开车的习惯 那我都是顶着限速跑 我绝对不可能出现说这个道路很通畅 然后我依然开的非常慢 所以我可能会相对来说就要会耗电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统计数据 你并不能看就是刚启动那一段时间 你要看长期的 有同学说他刚启动的时候什么400多 那非常正常 刚启动的时候因为他统计不准确 你刚启动的瞬间车内的一些电气启动会把这个平均能耗拉高 所以这不用看刚启动的 你要看你长期跑出来这个数据 那我长期跑出来就是170 我觉得还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这个车的动能回收 来给大家看一看在这里 在 在驾驶这儿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个动能回收 我这个能量回收制动我常年调的都是低 因为我喜欢就是松下油门之后这个车不要有明显的制动 那缺点呢就是给这个动能回收动力变小 那导致我开起来的感受会更加舒服 但是相对来讲就会更加的费电一些 然后再有一个影响很大是这个停止模式啊 它有缓行转动和保持 如果你用缓行的话就相当于油车的效果 你把油门一松车还有点向前溜的感觉 这样其实是费电的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这个保持 你看到没有降低能量回收 制动适用车速 自动结合 制动以便停稳车辆 进而最大程度提升续航里程 如果你把改成保持的话 这个续航里程还是能加一点 但还是那句话我喜欢的是因为我车比较多 像这种保持这种模式只有特斯拉有 所以我还是用缓行这个模式 相对来说就是我开每样车的时候感受是一致的 所以我就使用了这个缓行这个模式 综上呢以上这两点造成了我的能耗比别人要略微高一点 但其实还有一个能耗会变高 大家可能领悟不到 我来问一个问题啊 在夏天的时候室外温度24摄氏度 你把空调开20度费电 还是开24度费电 那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把空调开20度的时候要更加费电 因为温度更低 空调压缩机功率是不是更高 对吧 其实不是的 你把空调开到24摄氏度的时候 反而会让更加费电 这不是我说的 那又要用我们的神器了 我们的神器名称叫做 Scam My Tesla 对吧这个软件之前我有单独做一期视频去聊过 它是从看总线上去读起到特萨的数据 好在空调温度调整到20摄氏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battery power只有1.37 1.1 0.0几千瓦 我们现在把温度调高啊 好我们现在把温度调升到24摄氏度的时候 整个功率已经将近有4.7 4.9 将近5000瓦的功率了 为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你可以把汽车的空调理解为一个定频单冷空调 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它把温度制造低 那没问题 它需要通过压缩机来工作 对吧 但是温度制造高的时候 往往是需要通过PTC加热 或者说Model 3 还有自己更加神奇的方法 它通过电机堵转来产生热量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说当你的温度设定到20度 这个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通过Sky My Tesla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之前我有单独做一期视频来聊过 它其实整车的功率可能才2000瓦还不到 你想即使你用50度电除以2000瓦 这个车也可以足够空调运作24个小时以上 对吧 但是你把温度调高了之后 比如说空调温度现在24摄氏度了 那就不一样了 就是这时候你除了有压缩机的工作之外 就是温度比较低嘛对吧 你还需要去通过提升PTC的工作 或者说让这个电机堵转来产生一定的热量 把你的这个吹出来的冷风给它混合成比较暖和的风 所以当你的空调 我们说是夏季啊 在24摄氏度的时候 整车的功率其实可以达到5000瓦左右 如果你把空调设置成为24摄氏度 所以这就是与大家的尝试不太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开一辆Model 3在夏天来开的话 你的空调温度设置成20度 咱们不说那么极端啊 设置成20度其实要比22度要更加省电一点的啊 这不仅是这个科学数据上表达是这样 你实际在开的过程中 你也会发现你的能耗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但是我们会不会为了要这个车省电一些 而把温度降低呢 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不必要吧 除非你对续航里程有着执着的坚持 那就是但我说这个20度以及22度 其实跟你的室外温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你室外温度在24啊26摄氏度的时候 你20度可能要比22度要更加省电一些 但是你室外温度如果到了3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 你的20度不一定比22度要省电 我说是不一定明白吗 就是这个那个空调嘛 的智能你要考虑到蒸发箱温差 就是这个蒸发箱的温差会导致 你的车的功率啊什么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定值 但总而言之呢 我在开这个车的时候 我日常的空调啊 我其实很多次看到了 我空调其实调的是22.5度啊 或者23度左右 那在上海目前这种245摄氏度 这种室温的情况下 其实这车也不是处于一个省电的状态 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综合以上因素 我的开车习惯 动能回收调低 然后这个停止模式选的是缓行 以及空调设置在23度左右 综合一下 导致了我这个车的能耗在170瓦时 每100公里 那这个车到底能跑多远 其实就特别简单啊 这辆车是标准续航增强版的Model 3 它总共有52千瓦时的电池 而在你用掉47.5千瓦时左右的时候 表显里程 注意我说是表显里程就会到零了 所以你基本上拿47.5除上170 差不多是280公里左右吧 在我日常的时候 我又不会把车给它充满 我也不会把它给放满 所以我就充90% 那你再拿280乘上一个90% 打折一下 大概是250到260公里的样子 其实非常符合预期 在大多数时候 这个续航对我来说也是完全足够用的 大家其实一直有一个偏见 或者说是一个理解错误 觉得电动车要比电池大 比电池大当然有用 但电池大以后再来一些缺点 最典型的缺点就是车的价格变高了 对不对 你买20来万的Model 3的时候 其实你希望是以较低的价格 获得一个特斯拉这样品牌的车 不是吗 所以就像我们在买燃油车的时候 我们并不关注油箱有多大 是因为我们知道哪都有加油站 我们在买电动车的时候 其实过分的关注这个车 续航能跑多远 这个车电池有多大 这事也不一定正确 我要说不一定正确 还是看情况 就是电动车的续航里程 一个是取决于你的电池 其实另外一个还取决于你的充电桩 方便与否 如果你像在上海 像东部地区 像长三角 珠三角 或者像北京这些区域 充电桩到处都有的地方 其实你不存在 压根就不存在有充电里程 充电焦率这个事 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你中午 比如说你去商场吃个饭 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特斯拉有超充 或者说哪怕没有超充 你有一个三四十千瓦的 正常的一个快充 你吃一个饭 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个车就充满了 所以其实不影响你的 那就算说你不去商场充电 对吧 你晚上回到家里头 你睡一觉 十个小时的时间 家里的七千瓦充电桩 也能充七十度电了 所以对你来说 车也都是充满了 那就像去加油站一样 哪怕你说你一个星期 才去一次加油站 但是你每去一次 你就要花掉十分钟 十五分钟对吧 有可能是排队 要说打个发票什么的 还要耽误时间是吧 那都是在对你来说 时间上浪费 但是如果你家里 有充电桩充电的话 你每一次充电 都不是你时间浪费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的普及 一方面是技术性原因 厂商说把电池提升 把充电桩给它造多 另外一方面 其实人的思维 也需要一些逐渐的转变 不过我们欣喜的看到 就是在整个汽车行业 销售不太行的时候 整个电动车销售 其实非常棒的 我们也欣喜的看到 暂时离宝马三系 一万三千台的数据上 大概还差两千台 但是这个趋势很明显 在两年前 你根本不相信 Model 3这样电动车 可以卖一万一千台 那两年之后 Model 3的销量 已经大幅度的 接近于三系的销量了 我觉得假以时日 一定会超过 燃油车的销量的 这就是时代的趋势 不管你喜欢与不喜欢 这个时代就这么到来了 并且电动车带来的优势 带来的使用成本低 这才是大多数人 所追求的 对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董买买跟大家聊了一下 我开Model 3这半年 其实接近半年了 也就三千多公里 我开的比较少 主要我开另外一辆 开的比较多 一些关于能耗方面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这就是本期董买买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平时投赞订阅 董买买买买的 头条B站微博 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 最后还是老规矩了 如果你想试驾一下特斯拉的话 欢迎扫标我的二维码来试驾 头条如果你想试驾过来的话 也欢迎你使用我的二维码来试驾 如果你最终提车的话 我俩都可以获得一万两千积分 再过来APP中都相当于一千两百块了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